屏東市公所舉辦的屏東國際走讀日 在中華路封街舉行 當天雖有迴遇 人交不惜參加活動者的熱情 走讀活動由屏東市公所 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屏東青年志工中心 及中央商圈店家共同規劃 屏東市長周佳琦特別出席 肯定青年用實際行動介紹家鄉 集合的一個活動 特別是因為年輕人的想法很好 屏東走讀看 走讀活動由百位青少年以外 與八十名在台國際學生導覽 也邀請民眾與親子家庭 體驗以讀故事認識屏東商圈文化 不平衡 太多 所以你需要 你需要 你需要 導覽一些 像是中藥的如何使用 跟建築的外觀 就是一些屏東的在地特色 因為這次讓我更知道屏東有哪些地方 然後也更了解那些當地的文化 它非常好 因為屏東在屏東很舒適 它非常安全 全都非常顏色 非常好 屏東青年志工中心執行長趙文俊說 每年暑假教育部青年宿與中央商圈店家協力青年導覽活動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機會與屏東市特色店家合作 讓國際走讀成為每一年學子都要來屏東服務 學習的品牌行動 我們原本屏東市就有的記憶都是中央商圈 蔡奇亞包括整個中華路這邊的內容 所以這一次的活動主要就是想要讓 年輕人可以透過對於外語的致敬性的表達 然後也認識我們地方的商圈帶給國際市人 那國際市人也可以來這邊知道說 原來我們屏東市的商圈有那麼多的老的內容 因為我們今年從百年的店家 然後前中期 前中晚期 三期的店家 我們都融入在裡面 活動在店家人群與多種語言穿插中精彩教會 為過去與現在的屏東市增添另一番情趣與歷史意義 記者張瑞劉建榮採訪報導